是职业所导致 所以与男友大海上了后 美臣决定单独和大海的母亲 展阿姨对话 但没想到的是 展阿姨居然会带着内定的前女友来到现场 尴尬的局面 让在第二现场的大海 措手不及 但是 关键的人没出来呢 这男人怎么老是跟缩头乌龟似的 每次都是女人上来 然后男人躲在步 我们的编导告诉我们 大海在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喂 你好 是大海吗 是 你好 你怎么在第二现场啊 我觉得我还是在第二现场比较好 我觉得我去第一现场会比较尴尬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呢 其实说实话 我今天来到这儿 也是因为出于对 对这两位在场的三个女人的负责 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我不想让太多的人接 但你老堵在后面也不是个事啊 来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大海 你到底爱谁啊 那一定是美成啊 大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天天这么好的女孩 你说她什么呀 大海 我想问你 你既然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那么久 而且在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跟其他女孩在一起 你这不摆明的劈腿啊 请你放过她吧 你不要每次都这样逼她好吗 我现在问的是她 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 我觉得我妈一直对美成都有误解 从她没开始了解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 心里面就已经有排斥了 其实美成是一个特别 照顾我 我心情的一个女孩 比如就比如说她的服装问题 那就是 其实在这之前 她跟我讨论很久 她要不要上来 穿的是那种 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服装 但是我 就是坚持 我就跟她说 你就按照你工作的状态 这样的服装穿 这样上台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想让我妈接受她的话 就要接受她的所有 其实田田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包括她对我 对我妈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喜欢她 我也很早地就表明过立场 这件事情 自始至终都是 我妈在安排 你能来到现场吗 我觉得 来 把第二线上关了 来 我们回头 事情很清楚 但是很难办 难办的是 清楚是因为大海 已经有明确的指向 难办的是 大海不敢 她连到这儿来的都不敢 虽说美臣虽然赢得了她的心 却没有赢得她的胆 我最想的是对田田说一句话 人家大海话说的不能再明白了 根本就不喜欢你 而且人家已经心有所属了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呢 浪费你的宝贵青春 你要是想嫁他妈 我觉得你是有胜算的 你想嫁大海 你这完全就是白日做梦啊 你赶紧换片子吧 你赶紧换片子吧 你赶紧换片子吧